近日警報帶您來看到這樣的景象 真的沒有看錯 這地點是在國道的高雄五甲路段 當時有民眾直擊了 在一輛白色的豪華修旅車 車頂上居然是有兩名女童 把上半身直接探出天窗外 其中一個人還做出雙臂迎風的姿態 那麼由於當時車速相當快 也讓目前民眾狠替兩名女童的安全擔心 好 這樣的影片放上網之後 也引發了網友撻伐 女童張開雙臂 享受追風快感 她扮個身子探出天窗外 身旁還有另一個小女孩 兩人若不驚風的身軀 被迎面而來的強風吹得衣服鼓起 頭髮散亂 後方車這部豪華休旅車 行駛在國道一號北上高雄五甲路段 兩名女童探出頭迎風的危險行徑 被民眾募集拍下影片PO網後 引發網友群起踏伐 家長嚴重失職 蠻不妥當的 就是要生小孩 但是也要回郊 在高速公路跑 那個不曉得有什麼東西 會從上面掉下來 這樣子那個家長實在是不太 太不負責任了 國道五甲路段速限100公里 車輛急駛而過速度飛快 車內的所有人都必須系上安全帶保護 更何況是半個身子 在車外的兩名女童安全堪憂 駕駛將兩名孩童置於危險中 依法最高可處一萬八千元的罰還 其實最重要的事就怕意外發生 後悔末期 記者邱建勛高雄報導